自焦凌晨团在脸书 已经三千字的篇幅 痛批天下杂志 没有事先的沟通 就任意改写他的文章 对此是抗议请辞 好聚好散 连合作的新书都要喊咖 对此天下杂志 在三日的上午十点多 紧急是道歉 归咎出版的编辑 未按内部的标准程序 会对编辑的训练进行检讨 我也常常在台上失言 当然有的时候覆水难收 知名主持人黄子娇 接受天下杂志专访 不仅能收也能写 还是天下杂志的专栏作家 但如今双方撕破脸 黄子娇凌晨在脸书 发签字文抗议 指控天下杂志没问过自己 就擅自改了文章标题 甚至连内容都大幅删减 很酸你放四百个字 跟放四千字 其实真的没差 我是写得很差你 是我写得不好吗 坦言这舞台让人心碎 更吓重话和出版社洽谈的新书 决定不出了 好聚好散吧 还要求下架不完整专栏 黄子娇超级气表示 不会对照过去十九篇文章 因为可能会高血压 仿佛写给鬼看的 对此天下杂志发道歉声明 表示因为内部窗口异动 专栏文章编辑后 未按内部标准程序 在初刊前与黄子娇 进行确认与讨论 他们有希望见个面 但因为我今天行程到晚上八点 所以应该没有办法 黄子娇坦言 自己不是唯一一位 遇到如此状况的人 已把合作四年六位数稿贝 作为公益 请辞决定不变 太太孟耿如也留言力挺 老公珍贵文字分享 却被当成编辑 自己的记事一样随意修改 呼吁当个有素质的传递者 这周天姐杨宗燕台北报的